字幕提供 嘿 我是NB大熊MatchBear 今天呢 準備要來開箱 可是 嗯...今天一個不小心啊 就是在片頭裡面看到的這樣 就是滿滿的扭蛋 OK 我們今天要開的首先是這兩個 那我們先來開這一個吧 這個呢 是阿萱他跑鋸鈕的 然後他就直接拿給我了 因為好像是他的總褲 他跟我說啊 這個扭蛋對我而言很有用 因為我有在開沿土人的周邊 OK 把它組裝起來了 為什麼要給我這個呢 因為 我有在玩黏住人 然後他說黏住人很大 不過我覺得有點太小 這陽台好小 這陽台也太小 不過還OK 就是拿來拍照或幹嘛的 這當場景也不錯 而且他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可以吸在東西上面 他後面是一個磁鐵 可惜 嗯... 黏住人太重了 裝修就直接把就掉下來 所以呢 只能拿來當拍照的擺飾 那我們就把它放在後面吧 另外一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 登登 因為我朋友先轉帶了一個我想要的 所以我就轉了一顆跟他換 我朋友打開的時候 我看他配件還蠻適合黏土人使用的 好的 配了好大一半功夫 我終於把它做好了 這個有一個屏風 然後一個酒 如果我買了這個的話 請注意 因為他的貼紙真的太長 我把他整個都貼歪貼爛 不過還好啦 正面長得OK就好了 側面什麼的 無所謂 他還蠻有誠意的 下面有一個盒子 然後一張字 然後直接把酒放在上面 這樣 美美的呈現 還有一隻錘子 這隻錘子是有功能的喔 可以拿在黏土人上面 不過先不用拿好了 他的功能就是呢 嗯... 如果好像有一個 開酒的祭典 還怎樣就是這樣 功 這樣 把它敲開 然後就可以開始享用裡面的酒了 還蠻可愛 而且他裡面都有附兩張貼紙喔 一張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張這樣 兩張都是不一樣的 每一顆都是兩張貼紙 像這樣給黏土人拿著也還蠻有趣的 這小貼件不錯 嗯... I like it 接下來呢 就是開我原本 不太想轉 可是後來 還是想賭一把的部分 首先是這一顆 KAMELAIDA 這個系列呢 嗯... 除了最新的 石王 然後還有 W 然後這... 我不熟 電王跟... 嗯... 千流星 不用猜也知道 我最想要就是這兩隻嘛 可是呢 不管了 先拆開再說 看一下 就是一隻 這樣的東西 他... 頭有... 一點點... 點... 的... 小可動 可以扭一下 好的 手是不可動的 沒有怕 如果等下扭了 他壞掉我就要哭了 我 接下來是第二隻啊 這一隻就是 我想要的 千流星 嗯... 這一組 有點... 太貴 因為... 以一顆扭蛋這麼小一點點 嘿... 假命騎士就是貴了 啊... 我還以為他可以 把假命騎士 一直一直點上去 結果他頭上有個洞 原來是可以 頭轉啊 ROCKER 這一隻也是沒有 底板是站不住的 第三顆囉 最後一顆 這一次轉的 不盡人意啊 最後一隻呢 就是我不認識的他 我... 抽了前面兩隻 然後覺得有點小 不放棄 然後抽一顆 欸...真是開心啊 沒有電網 接下來呢 是... 我很希望可以抽滿的系列 有點抽到想要直接買一整組 可是後來想想 還是冷靜一下好了 這一組呢 我...前面已經有... 跟阿萱見面的時候 有開過這一台了 先把這一台打開了 這一台是推車 然後這個箱子也是打開過 會轉的原因呢 當然就是因為 他有酒平安 在場景上面的使用呢 真的是非常棒的東西喔 而且還可以把它塞進這個酒箱裡面 這樣把它放著 一個箱子是搭配五平 然後車子就是一台車 後來跑去扭的呢 也是一卡箱子 其實我希望可以拿到很多箱 那箱子總共有三種顏色 藍色、紅色、黃色 車子有兩種 一種是像這樣子 我今天拿這個拖... 這算拖板車嗎? 推車 然後另外兩種是這種 要拉起來的車 等等 又是五顆酒瓶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這樣折起來 放在車子上 做成場景 真的是很方便使用 這個很適合 很推大家賣 而且它的好處呢 對於像這樣1比12的模型啊 就可以把身體扭一下 然後讓它推推車子 YES 接下來呢 就是今天最後的重頭戲了 這一系列其實我之前就有單掛 這個呢 就是小型扭蛋機 嗯... 這個是另外一個牌子出的 它不是萬代的 今天我要開的是萬代 BANDA 它的缺點呢 就是它扭蛋只能從上面補 然後轉出來後 只能夠用勺子從裡面這樣 扣出來 要不然其實它的完成度還蠻好的 所以啊 成品的完成度還不錯 尤其就是 要從這裡撈東西出來 以及補蛋只能從上面 所以你下面如果有疊的話 你就只能夠一台一台拆開來 補蛋進去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狀況 要不然它整個 整個設計啊 鎖起來啊 都很漂亮 然後呢 介紹剛剛的扭蛋機以後啊 另外來介紹就是這個 扭蛋機 很平分吧 其實也不輸 剛剛介紹的那種扭蛋機啦 只是說這個比較方便的原因是因為呢 它可以直接從前面拉出來 補蛋 然後轉一轉呢 就會從這裡掉出來 首先呢 我們就來開第一顆吧 這一系列呢 就是它是透明的 透明就是美 OK 它的零件呢 就是這些 轉蛋機本體 還有地座 這裡的輪子 然後呢 這個是散蓋 蓋子的地方 所以不要開上去 基本上呢 只要把它給 上下合起來 基本上就完成一大半 因為這裡很棒 已經做好了 這是扭蛋的地方 它還有布尼呢 透明的零件 這個是扭蛋 然後還有貼紙 要自己把它貼上 其實這個 嗯 貼紙很細 所以要貼比較麻煩 這每一張呢 全部都是分開的 YES 我終於把這些全部 都給組完啦 這麼多大的扭蛋機 我覺得我都可以開扭蛋店了 呵呵呵 這一次的透明顏色啊 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很漂亮的地方 不只是外殼 它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裡面的構造 真的 裡面的構造也 真的是看得一景二楚 覺得很漂亮 最喜歡透明明件啊 這一次的透明扭蛋機啊 跟舊的這一款扭蛋機 是一樣 都是可以這樣轉轉轉 然後轉出扭蛋來的 而且它扭蛋的細緻度也很棒 就是 它是分成兩這個零件 上面跟下面 要直接組裝的 不過 色彩真的很棒 而且它透明的地方 也做得很不錯 嗯 如果要轉這一組扭蛋的話 嗯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 它雖然說都是透明色 也有透明白 可是呢 它一樣有把這個 舊的一代的白色呢 整個放進去 所以 如果再轉的話呢 可能就會轉到很多的白色 才轉到其他顏色的 扭蛋機 我是因為 很怕說我轉不到一整套 所以我就是 直接就是整套的顏色一起買了 如果 會介意說 轉不到一整套的話 或者是會花很多錢的話呢 建議是可以直接網路上 直接把整套買回來 網路上都有在賣 嗯 如果是 不在意說 顏色的問題的話 就可以自己 請自去咬嚓咬嚓咬嚓 把他們全部都轉回來 其實白色直接弄成這樣子一整滴 還蠻好看的 那我們今天的所有扭蛋的開箱就到這邊囉 嗯 等一下會用旋轉台 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扭蛋的細節部分 及上色的部分 我是NB大熊 Machbear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還有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可以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